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七,我现在在深圳服游,待会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全国连锁的面馆,为什么他们的声音一直都很稳定,而且从来不见到它怎么转让,大家看一下,就是这家清真南州拉面这个店铺,这个南州拉面在全国是非常一种形式的一个拉面, 它这个店面比较小,可能不到50个平方左右 这是他们的后面,这是它的一个后门,就这么大一点点面积,大概就50个平方以内吧,很小的一个店面,但是在这里就坐了大概有十多年吧,一直坐在这里 这单独的一栋,这个美面,在这个位置应该至少有15年左右,它隔壁的这家店铺就转了应该有四家,这家就一直坐在,这条街一直下去,大概有一公里左右,这条街上很多店铺都是转来转系的,唯独南州拉面,从不见它转让过 哈喽,大家好,刚刚我在这个南州拉面这里拍了一下,大家看了一下,是这个很小的一个店铺,在这里大概经历了有15年左右,但从来没见到它转让过,但是隔壁或者是这条街下去,所有店铺转来转去,老板换来换去,唯独南州拉面,我从来没见到过它转让过,然后他们重复打价格站,它就非常盘结 就是说它这条街,只要开了南州拉面,它就不会开第二家拉面,平时总是感觉店里像没有什么声音,但是它可以养活一家人,这个面馆里面,我上次在这四个饭,它里面大概有五个员工在做这个拉面,因为它里面品种也不要多,有拉面,有盖椒饭,有羊肉泡膜之类的,比较丰富 大家觉得南州拉面,之所以能做这么久,然后不转让,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,在平内去表演,主要是我总结了一个原因,就是他们这个拉面的话,就是南州拉面的话,就是比较谈结,友好,就是说这条街它开多一家,它就不会开第二家,如果说开两家,三家,像其他行业的声音一样的,开很多家的时候,就会形成一个弱性竞争,打价格站,就降价,或者 或者是声音就会有落差,但是他们就开一家,射了一个保护,所以说他们的声音一直很稳定,很少见到他们转让,店面他们一般闲置的位置都是比较好的,第二个,他们的面积不会太大,所以说导致他们这个声音,就是做得很稳定,然后都说实体声音难做,但是我觉得这家面馆南州拉面,声音其实就把它做得非常的好,所以说我们 大家也可以学习借鉴,就是做任何行业,最怕的就是价格站,如果说不打价格站,大家都谈结,其实做声音市场还是 非常不错的,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 感谢观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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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